哈囉各位戰地的Youtuber 大家好 我是Edo 那我回來了 那今天我要分享一下 如果你有看我之前的影片 你就知道 我之前有講過 一個訊息 就是在7月份的時候 其實他們已經有 釋放出給 國外的一些Youtuber 知名的Youtuber 然後他們先試完了 就是說 戰地 2.4的 這個News 這個消息 在7月份的時候 那 對 那今天就跟這個影片 今天就跟這個有關係 那 你可以 你可以 發現到一件事情 就是說 當官方釋出的一些 訊息的時候 一些 消息的時候 這些知名的Youtuber 就會隨後的在官方 放出的影片 之後的 就是幾乎在同個時間 或是等官方釋出完之後 然後他們的影片 他們的東西就馬上就會 再上傳上去 那 你不要覺得Youtuber很神 為什麼他們會這麼神 你知道嗎 因為他們已經 他們已經 在玩測試的 比我們提早 在接觸 戰地2012的 測試的一些 的帳號了 他們已經在玩了 在7月份的時候 他們已經 他們已經接觸這個 這個遊戲了 那到8月份的時候 就是測試的帳號 就是說 技術測試 我相信你們大家 看到我之前的文章 對 今天就是要講這個 所以說 當然那些知名的Youtuber 他們也是 會去挑選 因為之前 他有提到 在遊戲試出來 試出之前的 一兩個月之前 那些知名的Youtuber 你們現在看得到的Youtuber 就是大概就是那幾個 很有名的 就是說 反正 講了一點就是 看風向 在 在玩遊戲的 大概就是那幾個 就是那幾個 比如說 除了那個 Jak 那個的話 是比較客觀一點 我不得不承認 Jak跟Lucy 這兩個比較客觀 我 不是說 幫他們說話 就講的 OK 那今天講的 今天講的就是這個 那 Tom Hayes 剛剛在瑞克的網站 有人 貼了一些 那有人是講說 標題是說 有些人應該 有些人應該知道 這些東西 那什麼呢 那 我去他的原文裡面 看了一下 他有提到 就是 危險區域裡面 很像 欸 很像那個叫什麼 欸 他一個叫什麼 欸 陶里塔克夫 是不是 他說很像 他是跟另外一個 我不知道是什麼 就是說 我不知道那個叫什麼 陶里卡夫 是不是 我不知道 是跟另外一個的綜合體 就是危險區域的 他的模式 他的模式像這個 陶里塔克夫 因為這個遊戲我不熟 所以我 我可能要問一下 你們這些有玩過的 齁 那 他這一連串裡面的話 其實他有爆了 有爆了一個料 那我在這邊來看的話 我在瑞克夫 網站裡面看 那大概是什麼意思呢 為什麼會破了97個贊同呢 97個贊同 其實算是很高的 然後已經有40多的回復 40多人在回復他的東西了 他的回復這一串 OK 我先大概的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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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釋一下 就是說 他大概 他們的大概他提的 就是說 誒 剛這一串 剛這一串 他說危險區域 他說 危險區域 似乎看起來 就是陶里卡夫 塔克夫 跟一國內物 我不知道這是什麼 的一個混合 混合體 我說是危險區域 那下面這篇文章就很有意思了 就是 接著這個 就是接著這個 這個文章 這邊 就是這兩串就很有意思了 怎麼有意思呢 那我跟大家講一下 他的意思就是說 目前的這個版本 四位技術測試所創造的 並且 不是不是 對不起 我先從上面開始講 對不起我看錯 我看錯了 那 那 戰地2042的 他自己講到說 就是戰地2042的 這些技術測試的人 有 技術測試的這些東西呢 他是屬於老的設 老的建築物 那 他有提到一點 你們現在 看到的這些 東西是 7月29號 所看到的 你看到這些東西 並不是新的東西 而是幾個月前的 最初的報導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我的意思 知不知道他的意思 他這一片的意思就是說 你們現在在 技術測試版本 測試的這些東西 這些 你看到這些內容 這些畫面呢 並不是幾週之前 而是幾個月之前 最初的 東西 也就是說說 我們現在 在玩技術測試的這個畫面 這是 七月份的 東西了 也就是 我們現在八月份的 技術測試的 玩的東西 已經是七月份的東西了 並不是最新的東西 最新的內容 最新的畫面 然後 他現在爆出了這個東西 那在接下來的時候 他有提到一點 就是說 目前的版本 目前的版本 是專門為技術測試而 創造的 那 有一些功能 比如說 龍捲風火線發射器 跟一些所謂的 破壞 Distruction的破壞 那 受到的限制 也就是目前的版本 那 他講說 對目前的這個困惑 他感到了 很抱歉 我不知道他為什麼要抱歉 對 大概就這 那獲得的 97個 97個贊同 那下面的人有人留言 就是說 欸 他們有人就是說 因為現在的玩家很聰明 就是 他們 我們現在會把 現在目前的畫面 跟過去之前的畫面 兩個做比對 因為 已經有人在想說 EA把過去的 舊的畫面 拿到 目前現在的 技術測試的版本 然後 請玩家去測試 所以目前的技術測試的畫面 跟內容 還有一些其他的東西 並不是最新的 內容 重點就是在這裡 重點就是在這邊 也就是說說 現在我們玩的 內容 跟7月份 那些內部測試的玩家 其實玩的幾乎是一樣的東西 就是不是新的東西 所以 他在這邊 會講到7月29號 因為7月29號的時候 那時候 已經內部的測試 就是那些YouTuber 他們已經開始在玩 只是他們什麼時候玩 我不知道 但是我 之前 為什麼會知道 7月29號 7月的時候 他們就已經在測試 他們那些YouTuber 就已經在測試 因為我是去 Tom Henderson 他的直播裡面 我聽到這個東西 那 有些地方也間接的證實 那 透過這邊文章 那我更能篤定 就是說 當時 Tom Henderson 洩漏出來的那些東西 是正確無誤 對 就是這樣子 所以說 你在這邊的話 你會看得到 就是說 他 其實他有 透露了一些 一些東西 他有透露了一些東西 那 就是因為這一篇 這是剛剛兩個小時之前的 所洩漏出來的 所以說 我們的 結論就是說 我們的結論 簡單的結論 我簡單的結論就是說 說 目前的技術測試的 的 的 項目的遊戲的 品項呢 他已經講到 就是要測試 龍遠風 火星發射器 還有一些所謂的 破壞的一些 disruption的一些場景 但是 受到了限制 那為什麼叫受到限制呢 因為你在測試 你在測試的版本當中 就是7月份測試的版本 測試的版本當中 那到 我簡單的說 EA跟DICE把7月份的 測試的 那些版本 拿到8月份 來用 內容是一樣的 裡面沒什麼改變 只是他換了個名稱 就是技術測試 就是這樣子 那 現在我們 他們玩到的一些東西 跟7月份 玩到的東西 應該就是一樣 如果他們 如果他們 這個 觀點是成立的話 就是一樣的東西 只是 他是 把 就是EA帶子把過去 舊的影片 拿到現在來用 遊戲畫面 就是技術測試 簡單的話 就是這樣 那 至於是好是壞 這 我覺得說 讓其他人去 去評論 我覺得 這是好 我覺得這是比較好 畢竟我沒有拿到 技術測試的 的 的帳號 那下面這邊來講的話 其實 大家呢 就是說 就算是很讚 很讚 因為他們有講到 舊的Building Building就是說 舊的建築 舊的設計 舊的建築 這樣子 然後呢 所以說 大家這邊的話 就是說 對Tom Hedden 講的東西的話 是算是很 算是很讚 那 當然 就是 那個白幕 是不分 國際的 有人說 你知道他是誰嗎 就是有個白幕 那 那 有人問他跟他講說 你知道他是誰嗎 那就是說 因為就是有白幕 不知道他是誰 那 這 我也不方便說 是 是講 那 我可以在 我在該隊的裡面呢 看到很多很有趣的文章 就是 白幕是不分國際的 不分國際的 有些 老外留言也是很白幕的 相當是白幕的 有時候看我這個文章 我就覺得說 有時候我覺得蠻好笑的 真的是蠻好笑的 OK 那 今天影片到這邊 有任何的一些其他的東西 那其實我可以現在 我現在就可以看了 我現在就看有沒有什麼 任何的一些一些一些東西 那這邊來講的話 他們 你看一下喔 你看一下 他就 他就是 他們就會做一個遊戲的 兩個畫面的一個比對 我現在看到的 跟你們是同步 同步一起看 我並沒有說 事先已經看到了 現在他們老外很聰明 就是會把一些 之前那個 預告片的一些實景的那些畫面 然後跟 跟就是說 這一次技術測試做一個比對 他就可以知道就是說 欸 是不是EA是不是又在呼嚨玩家了 那你可以看一下 因為他這個是未經證實的 的 的東西 所以說 我們可以當參考 我們可以看看 那對 就是這樣子 那這邊是技術測試的 技術測試的一些一些波紋 喔 那 應該是要 這是不是要關了 We are solid is close One close 那應該是 等一下我再看 等一下我再看 OK 那 你看現在很多 其實有很多東西就已經爆出來了 那我 我 我已經在考慮就是說 我前兩天放的那兩個影片 我是我要把它撤掉 因為我是很擔心 對 那這邊我們剛剛 對 呃 上次有人跟我講說 2.42的Distruction的部分 那 就是說說 因為 目前我對Distruction這個部分 破壞場景這邊的話 那 我知道的東西 還不是很多 但是我唯一可以知道說 有一個 預告片Revolution的 這個 有一個專門是 針對Revolution的預告片 目前 還沒有看到 至少目前我還沒有看到 那 那 Tom Hayden他有提到說 還有兩支的預告片 那 如果說Revolution那支預告片 釋出的話 那 差不多 短的預告片 就已經差不多 已經釋放出來了 那 可是我們在這段時間 我們看不到一夜更代詞 他有特別的強調 我仔細聽 特別強調Revolution的 預告片 好像沒有 你可以看一下 戰地是 有 那個building 那個大樓倒塌 就是 就是類似那種東西 他就是那種 就是 就是講的那些 類似那個畫面 可是我們並沒有看到 我們沒有 並沒有看到 那其他這些 來講的話 其實我是覺得 就 就 就還OK 就還好 就大概就是 就 就沒什麼 那現在的 其實你可以看一下 為什麼很多老外 現在會把一些 其實 氣速測試的一些 影片畫面呢 跟他之前 一夜更代詞的 秀出來的一些東西 會做比對 其實現在的玩家很聰明 老外也很聰明 因為 老外去大家 怕被呼嚨 他就是怕被呼嚨 OK 那今天影片呢 就到這邊 的 的結束 那 感謝大家的 收看 那 OK 那 如果看我就 就沒什麼 大概就是 大概就是 這樣子 大概就是這樣子 我沒什麼說 讓人家覺得說 很 耳目一新 或者說 那 你看這個 其實 我是覺得說說 我看 我看那些 那個 對岸玩家這樣子 很大蠟的 這樣 那個 那個畫面喔 然後 褻滑出去 然後其實 我會覺得說 怎麼講 其實那個觀感 就是很不好 而且是你褻滑就算了 尤其你還很高調 重點是 你還很高調 OK 影片到這邊結束 那 感謝大家的收看 收聽 收聽 那 如果說 有 對這個 下面提供的影片 那 有任何的 覺得你們知道什麼東西 有學到什麼東西 的話 對你有什麼幫助的話 那 就是說 就 嗯 就是這樣子 那 那 感謝大家的 支持 我們就 算算應該是 明天見 掰掰